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香港人 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 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 民主 反共 這個運動 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好熱呀 阿哥 你回來了 你也很炭 開著冷氣 搞甚麼 看台長講神秘的事 開冷氣 就要付電費 聽myradio 就要付月費 你付了月費了嗎 呃...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假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今年7月1日擺設街站 大站位置為銅鑼灣地鐵站伊出口旁紀利座字街 灣仔鵝頸橋消防局對面 灣仔秦道衛里堂 而其他街站位置為 天候興發街入口 維園銅鑼灣入口噴水池 銅鑼灣軒尼斯道欺慎廣場 銅鑼灣軒尼斯道集成中心 以及銅鑼灣伊援街 到時將會推出最新款的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短奏支出 受價為150元正 將會在七一街站搶先發售 數量有限有賣襯手 好,記得來吧 大香港早晨 早安 大香港早晨 這是MyRadio和月日時報聯播的 早晨節目 大香港早晨 當然要講講 淘大迷你倉火場的情況 現在還在燒 現在依然有大量的濃煙 現在 大量的濃煙沒有出 這是較早時份 清晨的時候 現在是6時半打後 這是剛剛的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出窗口就看到 依然是很大煙 我們和火場的距離 我們這裏有多遠的距離 這裏走過的距離 我們這裏400米 哪像 400米的距離 走過去五分鐘左右 我們大概有一公里的距離 但是我們這裏也看到有濃煙飄出來 九龍灣的交通情況 都是激塞 已經足足燒了二十多小時 差不多有二十一小時 已經差不多燒了二十一小時 但是火勢依然是未能夠控制 當然這個情況就正如我們昨晚所說的一樣 以及一路所說的都是一樣 就是因為實在是太多間隔了 現在著火的時槍迷你倉 它本身裏有二百多個房間 就是間隔位 它有很多很多的通道 它全部都濕滿了東西 可以燒的物品很多很多 裡面也因為空間的問題 裡面有很多空氣可以給它燃燒 但是空氣是不流通的 而且裡面因為鎖住了太多的小房間 鎖住了很多的熱力 然後熱力又沒有辦法散去 於是不斷地燒 你又不知道火在哪裏 因為原頭在哪裏 因為火的源頭就知道在哪裏 但是你以熱力四散 你所有的在高熱下 一有氧氣流通它又起火了 變了很難去阻止火勢 所以它一直在燒 一直在燒 現在燒到早上 較早的時份大概六點多左右 就有消防員出來講述那個情況 那個情況 看看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 裡面也有說到 其實有些消防員要在三樓的防衛門後命 是 我們看看這個 迷女倉的環境到底是怎樣 這個 這個 譬如它講述的間隔 那個情況 為何會燒到這麼複雜呢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你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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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個是 探集現在要ALP 可以看迷女倉的現場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迷女倉裡面是怎樣 為什麼會燒得這麼厲害 還有那個間隔是怎樣 這個是Google Map Google Map 就有迷女倉內部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它是怎樣 這個是進入了那個reception 這裡也不會令你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進去吧進去吧 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些都是office來的 這些都是office來的 你進去看裡面倉的情況 你看到那個房間 是多麼密集 那些鐵板 其實是一個貨倉的環境 剛才副署長說的那些鐵板的間隔 是說現在已經燒毀了它 說什麼間隔呢 就是你現在畫面看到這些鐵板 那它其實是拿鐵皮板 就間開了很小的一格格 你繼續走進去吧 它有很多中環交錯的通道 譬如你這個位置你轉了 現在有一點點盪失路 你現在進去的話 其實你已經盪失路了 你再走前 再走前 再走前 前面應該有通道的 又轉右 又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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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轉不了再 這個角位 這個角位 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轉右 這邊有一轉右 你錯過了轉右 那些 你看到裡面的情況是多麼複雜 對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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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又變成一個死位 例如剛才的位置 回到剛才的位置 回到剛才的位置 你看到有很多很多道門 裡面有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它是一個大的工業大廈的空間 然後裡面就加了很多鐵板 間開了一格格 然後就有很多中環交錯的通道 那麼它變成這些中環交錯的通道 就將這些很小的空間 就連結在一起 那麼那個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沒有辦法去進入裡面的時候 而你在外圍射水 其實你的水是射不到它高溫和燃燒的地方 你的板擋住 是的 因為你的板擋住了 但是那些板呢 因為它是鐵的 它又可以互相傳到那個熱力 那麼它裡面就環繞著整個迷你倉的樓層 都可以保持著很高溫地傳遞 那麼很高溫地傳遞 看看裡面每一個房間裡面 都有大量的雜物 那麼那個高溫呢 無論是煙或是本身的熱力傳遞 你看這些房間很蜜 那麼它一間傳一間 在旁邊已經有個熱力足夠它起火了 那麼然後呢 你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停地灑水進去 希望利用那個水 首先去令到那些未著火的地方 降低它的溫度 讓它可以變成了一個可以進入的環境 或者是不會起火的環境 但是你現在灑水進去是沒有用的 因為昨晚不是現在灑水進去 而是由昨天到今早 你一直灑水進去灑水進去 都是沒有辦法阻礙的 因為你才是一邊而已 是的 還有呢 除此之外呢 就是昨天都有講到 就是在他們希望做的做法 因為裡面很大煙 還有很多的熱焗在那裡 那麼它要幫它散熱 那麼它怎麼做呢 它就是灑爛外面的槍 希望你灑爛了槍之後 就等它的通風 可以將煙和熱力散出來 但是這個做法是沒有用的 因為當它灑爛了槍之後 它就發覺有大量的鐵板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些鐵板 就封住了它 就封住了它 所以它不能灑爛這些才可以 逐漸逐漸逐漸 你進不了火場灑爛這些東西 那麼你變了就是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散熱 散熱的情況下 那就無從入手了 你只能夠在外圍 不斷噴水進去 當然你都能上去 但是你都是在 它剛才所說 就是在那個防煙門的外面 是希望做一些 其實都做不到些什麼 其實都做不到些什麼 就足足燒到21個小時 究竟24小時之內可不可以破滅呢 暫時看的情況就不樂觀了 那就是火災的情況 這個當然就很辛苦 消防員 也都昨天有一位高級消防隊長 是不是高級消防隊長 是 這個這樣的 張耀星 張耀星是高級消防隊長 每一位高級消防隊長 也都是殉職 是 足足21個小時 一直都在這裡救火 很辛苦 動用的人手是很多的 是 還有也有不少的消防員 也都因為吸入濃煙和熱力 也都感到不惜 目前到現在是有五位 是 是 相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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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危險 以及一個艱苦的狀況 這樣 當然 令到大部分 令到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是很 就是 沉痛的 就是 昨天就是 有幾個消防員不適 而其中有一個 就是一個 高級消防隊長 就是張耀昇 就是犧牲了 這樣 就講講過情況 到底是怎樣的 過程 那昨天呢 其實就 在 下午 即是一開始 他11點鐘起火 他去到下午 12點多的時候 就變成三級火 其實那時候 情況已經很嚴重 那去到 旁晚6點多 7點的時候 其實就 開始 就叫做 比較上是控制到的 但是 當時呢 由於這一位 張耀昇 和另一位 消防員 在火牆 6點 7點 在火牆裡面 還在工作的時候 懷疑 就是因為 開了一個 抽煙的機器 其實原本的原意 就是希望 抽走裡面的濃煙 這個未經證實 沒經證實 沒經證實 算了 這個在 昨天呢 就在這個 大概7點的時間 就是 7點多的時間 由三級火 升上了四級火 然後呢 還未幾 就是 裡面 有一隊的 防煙隊 是不是防煙隊 進入火牆 是不是防煙隊 派出十隊的煙武隊 派出十隊的煙武隊 派出十隊煙武隊 是救他的 最初進去的 喂 聰明一點 最初進去的 就有一隊 消防隊 但是呢 原本進去 就打算進行 這個滅火工作 但是呢 忽然之間 就發現裡面 忽然之間 就出現一些高溫的情況 需要撤離的狀況 但是在撤離的過程裡面 就有一個消防員 以及一個高級消防隊長 就不見了 就失了鐘 然後呢 然後呢 其中的消防員 就找得回 自行脫險 但是呢 張耀星呢 就失去了聯絡 於是就立刻 派出十隊的煙武隊 然後呢 就進行這個 未地行 就進行這個 這樣的搶救 然後呢 就找回他 但是找回他的時候 就已經是失去了知覺 已經失去了知覺 那跟著 送完之後呢 沒多久呢 就證實了不折 這樣 那這個就大概是昨天 八點幾九點的情況 我報回一些資料 因為呢 張耀星先生 高級消防隊長 就是剛剛喪生的一位 他跟那個消防員進去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本身 張耀星呢 他是專職 是一個室內的龍煙 以及那個場地的控制的訓練 他是做教頭的 在這個方面 那所以呢 就是開頭的時候 進去的話呢 就是看一看視察那個室內的龍煙 以及那個火勢的控制 看看可以怎樣做多一點點的工作 但是就是在那個期間 就突然間 就是有不同的報道 一些有些不同的傳言的原因 但是總之就是說 是一個突然間搶火的現況 那所以呢 就是他們兩個就要馬上逃離 那但是 張耀星他就是不見了 是了 所以就一出來的時候 一出來的時候 一位消防員就出來之後 就立刻是向現場的警官求助 那就立刻是變成一個緊急的狀況 就派了十隊的消防隊的煙目隊 進去就救回來出來 好了 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都有很多的疑問 當然現在呢 長火就還在救 那消防員呢 還是拼命地 就是很辛苦地去奮戰 但是呢 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態呢 就是 張耀星就犧牲了 那也是 後來大家也找回一些資料 就是 張耀星其實也是 剛剛成為了爸爸 他不是新婚的 其實都算是兩年 對 只是結婚兩年 剛剛有一個嬰兒 只是四個月大了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為什麼在這個環境下 需要進入這個火場 當然啦 剛才我們看了這個環境 看到整個迷你倉內部的情況 你看到他 的確是 如果你不去做一些措施的話 事實上是很難去進行這個救火工作 你只在外圍灑水 其實是很難去做到降溫和滅火的工作 所以都是需要有消防員去進入 但是 在這個事件上面 當時 你想一下 大概7點 8點左右 大概7點左右 他們發生了這個事件 也都是大概7點的時份 就是由這個 大概7點20分 差不多7點半 那個時間 就是這個火勢 就由3級 升到4級 好了 那究竟什麼的環境下 去令到他們 要在一個火勢升級的時候 要進入這個火場 這個判斷是怎樣做出來的 大家都有很多這些疑問 以及究竟是 譬如昨天 昨晚凌晨的時份 很多記者都去追問這些 當時負責的消防署的處長 副處長 究竟是在火勢升級之前 去取得進入這個火場 還是火勢升級之後才做這個決定 是奇怪的 因為你沒有理由在火勢升級之後 然後裡面沒有人 以我們所知沒有人 或者其實都燒了這麼久 你都判斷本身裡面是沒有人 沒有人需要去 立即救出來 因為根據本來早上 已經有幾名職員 大概是5至6位 就是叫著火的時候 他們就逃離了 那時候已經是說 裡面那個倉裡面是沒有人的 但是應該是比較清楚 應該是比較清楚 因為如果有人 都差不多燒了7至8個小時 那你沒有理由在那個時間去進去 那當然你進去 你需要進一步的滅火工作 或者一些去抽走煙 或者降溫的工作 那在進去的過程 究竟這個指令是怎樣出來的 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們要等他們去內部調查 而且你現在沒有可能要求他們去做內部調查 因為現在大家還在找火 但是呢 昨天就是現在到你的部分 現在才可以講 你先講了基本資訊 然後就有一個傳言出來了 有一個傳言出來了 因為有一個傳聞 有人是看到 不知道 有一個傳聞就是 當張耀星救出來之後 現場有消防員跟指揮官發生衝突 甚至乎有打鬥發生 上述的全部都是傳聞 究竟有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然後網上也有傳聞 就是當消防員進入了火場的時候 傳聞就是有其他的部門指示 因為要抽走煙 於是要用開封機 用封機吸走煙 到底是否有人做過這種舉動 為什麼呢 因為傳言的說法就是 當時進入了火場 還是有很大的煙 然後有人下達了指示 就是要用古風機抽走煙 但是一抽 空氣一流通 結果就發生了搶火 或者加熱的情況 那你有這樣的說法出來 但是我對這個說法是比較傳聞的 是比較傳聞的 因為太過離譜了 因為譬如我們在外圍看到 其實在外圍你是見不到火洩的 你內裡透過那些窗 可以大概看到一些火洩 但是你有大量的濃煙湧出 然後是見不到有明顯的火光 那你就很肯定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就很肯定 裡面是相當之熱的 其實但凡一看到很大的煙 但是沒有明顯的火洩的話 你就可以判斷 它是有爆火在裡面的 它有很大的熱的能力向匯聚 在等空氣 一空氣一到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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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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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必然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我站在外面 我也判斷到的 消防員沒有理由判斷不到的 所以你說因為太大煙 當然它散煙也有工作 但是因為當時裡面 是一個沒有明顯火洩 有這麼大的濃煙情況下 基本上很肯定裡面的高溫的情況是很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說有人要開股風機呢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點傳遺的 但是呢 關於有沒有人做錯決定 或者下了一些比較難以理解的指示 而令到很多的消防人情緒很激動呢 那我又相信可能是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在這個凌晨的時候 這個消防員也有出來做過一個幫麥 記者也有就著這些傳言做過一個提問 我們看一看那個影片 那當然啦 我們不能夠要求在現階段 去要求一個交代 因為其實是一個不合理的要求 因為現在都還在燒緊 現在正在做直播節目 現在是8點38分 我們現在正在做直播節目 它都還在燒緊 當然沒有辦法做到調查工作 也沒有辦法去 難道你要求他現在提交報告嗎 火都還沒燒完 你是不會在現階段進行調查的 是黎民諾這種仆街才會的 好了 但是你根據剛才那個 剛才我叫什麼名字 李亮明 助理消防署長 剛才李亮明那個說法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既然他都說得是 當時有情緒激動的情況 亦都有同事去做勸解的工作 你可以想像當時有衝突的情況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沒有衝突就不需要做勸解 你只是說大家很傷心很激憤 那些不用勸解 你必然是出了一個衝突的場面 才需要做勸解的工作 基於有勸解工作 我們可以推論是有衝突 基於有衝突 我們可以推論是有人做了奇怪的決定 的而且我覺得 就是一個推理 至於誰做了奇怪的決定 那個奇怪的決定 是有多奇怪呢 事實上我們就要等 那個火勢平息了 那個救災工作完成了 然後再去跟進 我認為在現階段 在現在 再說一次 現在是2016年的6月22日 早上的8點40分 現時已經燒了22個小時 在這個火牆裏面 有很多很多的消防員 通宵達達都在拼命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不認為去褐澤 或者要求做一個交代 是一個不合理的要求 但我也想在這裏 去講了這個判斷 以及這個觀察出來 留下一個紀錄 事後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追查這件事 因為當然我們向消防員致敬 我們向殉職的張耀昇 亦都是致以一個很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們都希望就是 同樣的事件不要再發生 就是不可以有一些 就是那個是救災的工作 救科的工作 大家都奮不顧身 但是也應該有一定的程序 一定的研究各樣的安全措施安排 在一個不必要的情況下 裡面沒有人 沒有人需要趕急去搶救的情況下 做了一個進入火牆的決定 而且是進入了一個危險 我不是說這種環境不可以進入火牆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 他們判斷可以進去就可以進去 但很明顯他們進入了一個危險的區域 是一個危險的區域 而進入了一個危險的區域 出現了這樣的事態 我們事後需要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研究和調查 例如整個類似迷你倉 除了迷你倉之外 其實很多的工廠大廈 都是一些樓齡比較高的工廠大廈 他們也是根據消防條例 有很多消防的 因為那個舊的工業大廈的一些 自動撒催系和類似的 歷史的因由 他的設施還沒有完備 但其實那個歷史因由 是因為預料你去做某一類的事情 而且因為那個樓齡已經這麼久了 你可以做事也不多 但因為工廠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就是除了迷你倉之外 其實很多工廠是做了劏房的 如果劏房出現這樣的情況 又會怎樣呢 而且劏房起火的機會就更高了 會不會變得更加危險呢 當然你想像到是會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問題都需要去追究 但就不是現在 現階段我們都衷心去希望這場火 可以快點去撲滅 以及希望消防員可以安全 安全 希望可以 也很辛苦 在已經搶救了這麼久的情況下 已經在救火做了這麼久的救災工作的情況下 他們都很疲憊 也很辛苦 也都是更加容易犯錯 在這個環境 但是在這個環境下 也有很多混蛋在這裡抽水 譬如是黎文樂現在刪的帖文 雖然黎文樂說的話 就不是完全錯的 譬如是關於灑水系統 但是無端端又在講話那些工廈 什麼趕走什麼文創事 說不需要的圖 我不需要 就是搞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已經是這麼辛苦的救災工作 以及有人犧牲了 大家給予祝福和慰問 以及給予支持 我們能夠做的事不多 因為我們不專業 你要不要去檢討 要不要去追尋真相 需要 雖然我只是選舉 但是也不要這麼急不及待 在這個時候要走出來去找一些東西 因為你做政客就很簡單 找一些東西出來就說 沒理由會發生這樣的事 一定要問責追究 你看時間 以及你現在不是人家在救火的時候 去問責追究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民建聯那些混蛋 出了張照片來看 這就是昨天下午時分 當大家在救火的時候 為了顯示他們關心這些災情 那就是一班民建聯的議員 是區議員 全部都是官堂區議員 一班民建聯的區議員 就走了下去 就是九龍東 牛頭角 官堂 那一區區議員 那一班九龍東的區議員 選舉連 雖然他們未必出來選立法會 但他們都民建 他們都入名單 通常都入名單 他們都入名單 他們又要抬 他們都要抬 這就是昨天下午 整班四個人 這四個是哪個 分別就是張姚濱 牛頭角夏村的官堂區議員 跟著是柯創盛 廣德的官堂區議員 跟著是歐陽君樂啟業的官堂區議員 表示很齊心 立即出來 然後又是 其實還有另一張是指釣著這架車的 阿公上Facebook有幾張 是呀 有幾張指釣著這架車 要麼去視察 又在看 陳鑑林又走下來 我不是說你不可以下來 但是你最後 就像梁振英那樣 不是呀 環境是這樣子狹窄 你知不知道 你作為當區的人 我昨晚節目都說 就是大家不要去看熱鬧 你們只是去看熱鬧而已 為甚麼要做甚麼 尿尼尾 而且下去的時候 又要找一個消防員去應酬他們 是啊 你看看剛才那張離譜 走到消防車旁邊 去到樓下 然後又要有消防員帶著你們 為甚麼要做甚麼 尿尾尾 我不知道下去的時間是多少 分分鐘是因為有一個消防員 要放著陳鑑林 於是張耀星就死了 當然這個是亂說 這些民建的行為 但這樣推你也不能掌握 就像共產黨的官員那樣 就像溫家寶去民村地震災場 然後大家停下來陪他一起吃粥 尿尾尾又要做騷擾去訓話 扶你一街 很心理地 大家不要在這些時間去抽政治 所以我知道選舉年 但是政治不肯是這樣搞的 很多政治不肯是這樣 是啊 休息一會 回去繼續